來自全球20個最大工業化國家及新興經濟體的外交部長 星期五在波恩舉行第二天的會議 在緊接兩天的會議上 美國的盟國希望從美國國務卿泰勒心得到保證 美國總統川普的政府繼續在氣候變化、國際發展 以及全球經濟等領域跟20國集團的10年密切合作 與此同時俄羅斯、中國、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 都對川普進行傳摩 這些國家在今後若干年要在對外政策當中 比較敏感的領域跟川普打架到 包括敘利亞以及烏克蘭的衝突 南中國海領土爭端以及核材軍等等 而這次20國集團最高層級的外交官會議 亦都被視作為7月7日到8日 在德國漢堡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的一次彩牌 而當時川普表示將會出席7月的20國集團峰會 《一國集團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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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一國集團》